小孩子听到一点声音都能被吓得一哆嗦 然后晚上睡觉也特别不踏实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孩受到惊吓之后 一招就能够解决 不用花一分钱 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一下 在关键的时候 不仅可以帮助咱们自己家的孩子 还可以帮助亲戚家邻居家的小孩 咱们也算是做了一件善事 那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容易受到惊吓的宝宝 多数是在四个月以后 为什么呢 因为四个月以后的孩子是处于认知的阶段 他的眼睛看得越来越远了 他的耳朵听力也越来越灵活了 所以说多数是处于四个月以后的宝宝 有了认知的宝宝才会有惊吓到的反应 当然有一部分成年人也是一样的 那么怎么判断小孩是不是受到惊吓了呢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他受到惊吓之后 咱们看一下眉毛中间 有一道青筋是特别明显的 同时我们知道 小孩子他的眼神是特别灵活有神的 但是一旦受到惊吓之后 他的眼神就是直勾勾的 尤其是到了晚上 他瞪着眼睛不会大声哭 这样的情况下 一般的就是受到惊吓了 大家可以试试 我今天分享的这四个方法 百事百灵的 关键是不用花一分钱 特别是最后一招 我们家长一定要把它学会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孩子躺平下来 然后呢 我们轻揉他的耳垂 由外耳扩上侧这样 从上往下去给他按揉 抚摸 这样按揉抚摸呢 是可以啊 有效的安抚我们的孩子的 抚摸着抚摸着啊 孩子就有可能就睡着了 这样呢 宝宝就得到了安慰 也就说明宝宝好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孩子大哭不止 我们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呀 可以让宝宝 把手掌给他这样张开 然后呢 我们把他这个大拇指啊 放到我们这个小拇指的下侧 这样呢 我们握住宝宝的小手 这样呢 我们多给他去握几次 这个呢 是有科学道理的 在中医讲呢 这个叫握固 具有安神安置的作用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看宝宝哭的时候 他的眼睛啊 是往上看 还是往下看 如果他是往上看的 我们呢 就抚摸两个耳垂往下拉 两侧的耳朵往下拉 如果他的眼睛是往下看的 那么我们就捏着宝宝的耳朵 往上去拉 如果宝宝的眼睛 是往左侧看的 那么我们呢 就拉着右侧的耳朵 往一侧去拉 如果宝宝的眼睛呢 是往右侧看的 那么我们呢 就拉住左侧的耳朵 这样呢 他的眼睛就会很快的中正过来 中正过来之后 也就说明他好了 最后一招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建议大家都给宝宝 带上两个这样的平安手环 效果呢 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的孩子 每天都带着 它上边呢 是狗牙 猪筋骨 桃木 组合在一起的 一个带在手上 一个呢 挂在床头就行 我们家的孩子 还有亲戚家的孩子 从一岁多到十五六岁 都带这个 这个真不是封建 希望大家呢 能把这个视频收藏一下 并转发出去 我们呢 都共同做了一件好事 希望大家呢 多多评论 多多收藏 评论一次 后台呢 就会多推送一次 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那你们哪里 孩子说到 建下之后 是怎么做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 打出来 我们共同分享 共同做好事 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记得关注我 因为我的视频 有非常多的方法 也许未来 会给大家提供 非常巨大的帮助 咱们明天见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